家住三楼电屋的 实际照顾护方药泉 因为骨癌导致下半身瘫痪 每次要到医院不诊时 都让他与家人很烦恼 因为他生病 然后他又住到太高 又没有电梯 然后每次要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 要用那个砲砲抬他下来 然后他会弄到他的脊骨很痛 所以他每次要把他弄下来 他就会很辛苦 我们就帮他找到这一间 有电梯的 然后用按他受苦 来 早 找到新居合适地点 无奈家中妻小力量有限 实际志工决定号召众人 来为方药泉搬家 本来我们考量是相当会吃力 不过看起来大家的一个融合的 跟一个很和气的一个做法 很快很短时间已经搬过了 所以现在很快我们就搬过来新这边 人多力量大 大家相互接力 总算把所有的家具搬入新家 不只搬运 志工还把家师一一组装 让方药泉出院回到新家 也能感受家的温暖 环境住得舒服 心情才会比较开朗 志工协力搬家 希望让方药泉能有个安心养病的环境 大海新闻 真善美志工 陈春早 王俱成 马来西亚报导 好 这点很舒服 好 这点很舒服